近日,外媒报道,脱离英国王室的哈里王子还没有找到固定工作,演员出身的梅根王妃也没有收到派设邀约。 为了弥补日常开支,哈里变卖了自己珍藏的价值18万美金猎枪,而且还需要偿还两人还在王室期间弗拉格莫别墅的240万英镑的装修费。 由于哈里夫妇二人还保留苏在克斯公爵的头衔,他们就会被归为受国际保护的人员需要很高级别的安保。 虽然安保费一年就需要400多万英镑,但是依据加拿大和美国的哈里夫妇本期望纳税人能继续为他们支付这笔账单,民众可不买账。 超气省的加拿大人认为,不应该为哈里夫妇的安全和其他派之负责。 特劳普也曾说,美国不会为英国哈里王子和他妻子梅根的安保工作买单。 加拿大政府与美国政府先后拒绝支付哈里的安保费用,这给哈里当头一击。 查尔斯曾承诺过,会资助哈里和梅根,离开王室之后,一年的生活费,直到两人独立。 这位老夫妻也算是精心尽力了,据说查尔斯以同一提供一笔私人赠款,预计超过200万英镑。 目前情况看,两人显然还没有能力,那么快切断与王室的联系。 网友纷纷议论,还是要独立,退圈皇室后的哈里夫妇,退圈后经济无法维持,又找今天要钱继续啃老。 目前看来一口中的,实现经济自由,似乎还差很远呐。 美娃美娇,侃侃播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